火鍋湯底滾到冒泡 喝上一口全身暖呼呼 寒流來襲火鍋店生意超好 卻有客人享用到一半 看見這一幕 完整一隻小牆出現在 泡菜牛奶湯底裡 讓他覺得超噁心 頗文分享跟店家反應 就是換一鍋新的湯底 但感覺都是同一鍋熬煮的吧 滿滿蛋白質不敢再吃了 清潔不夠弱食 才會造成有一些昆蟲在裡面 所以會有一點占有 被投訴的是台中西區 一間連鎖火鍋店 業者公開出菜流程 說不可能會有小牆 跑進湯底裡 柴魚昆布高湯 裝進保溫桶前 會用篩網過濾 泡菜也用保鮮盒分裝 客人點餐後 才會倒進湯底裡 煮好的湯 我們每次用鍋蓋把它蓋起來 我們不太會有 把它打開的可能性 對 一個月內 我們都會有兩次的 請消毒公司 合格的消毒公司 來幫我們店裡做消毒清潔 這樣子 食安處派原機查 發現內廠廚房 乾料區地面 未保持清潔 冷凍庫積水等缺失 業者解釋 可能是不久前才消毒過 所以有幣媒體出沒 已經再度大掃除 盡量維護商譽 記者盧俊傑 李雲傑 台中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大家